HadamaGate 接下來我們剛剛討論完HadamaGate之後 我們現在來討論Ctrl-NotGate Ctrl-NotGate就是量子 並要分配的第二個Gate 我們知道這時候 我們真的需要考慮兩個Qbit 然後和測量的結果這個東西了 如果我們之前所說的就是 兩個Qbit就是他們的TensorProtter 所以說如果我們本來在一個Qbit上把HadamaGate 它是對那個Qbit轉45度的話 然後把它變成0變成加的話 那兩個Qbit轉HadamaGate的話 那就變成是0TensorProtter加 然後我們可以就是實際化解之後 如果用數學式表達就是這個樣子 00加01然後除以更好2 如果不是用數學式用相量就是表示成這個樣子 然後Ctrl-NotGate 如果我們接下來對它做Ctrl-NotGate的時候 它會把00加01除以更好 變成00加11除以更好2 這什麼意思呢 不是應該不是說這什麼意思 就是這樣 但是Ctrl-NotGate到底做了什麼 就是我們要怎麼去理解這個Gate到底是什麼 所以說 為了要理解這個Gate是什麼 就是我們剛剛做的事情 對H的話 我們不是把0這個State跟1這個State送進去 然後看它算出什麼 然後對於一般的State 我們就可以把它算進去 然後算出一般的State 所以送到什麼 那對於Ctrl-NotGate 那對於Ctrl-NotGate也可以 但是它算是兩個Cubit的Gate 那我們一樣就是把兩個Cubit的 中最簡單的001 10跟11的四個東西放進去 然後看001 10跟11 它分別算是什麼 那如果我們知道這四個分別算是什麼之後 那對於它們任意的組合 像這個組合為什麼算成這個樣子 我們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得很清楚 那如果是00的話 00的話就是我們前面擺一個barrier 就是說明它的確送的是00 然後通過C-Not完之後還是00 那01的話 01的話我們擺一個X 那同樣我們之前說 就是X如果放在上面的話 它整個兩個在一起的時候做的事也是 如果Cubit是TensorPower在一起的話 Gate也是TensorPower在一起 那這邊是什麼都沒有 就是Identity 然後Identity跟X CancelPower在一起 然後就會變成01 那如果我們擺C-Not完之後 它就會變成11 好 那一樣如果我們把X放在下面的話 C-Not完之後還是10 然後兩個都是X的話 就是我們先轉成11 然後看C-Not之後結果 那會變成01 好 那我們把剛剛講的東西 最後整理成這個表 這個表就是所有四個可能的東西 我們先經過 先把其中一個byX這個東西 然後之後把它變001 10跟11的四個東西 是我們的State 然後把這四個State 分別做C-Not之後得到的結果 我們看一下我們它是什麼結果 這個結果基本上它就是說什麼 它就是我們如果前面是 它基本上不改變後面這個Cubit 對不對 0101還是0101 前面這個Cubit它會不會改呢 如果後面這個Cubit是0的時候 前面這個Cubit不會抖 然後如果後面Cubit是1的時候 前面的Cubit本來是0 就變1 1變0 所以說對於我們剛剛一開始 這一個上面是H的話 變成Halama之後 都加這個State 0Tensor加這個State 那它本來後面是0的時候就不動 後面本來是1的時候就變成1 所以說它就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如果我們用向量的話 我們就可以表示成這樣子 好 那概念是什麼 就是還是一樣 我們要有個基本概念 為什麼要定義這樣的東西 那其實這樣的東西 其實就像對應於邏輯的if 就如果怎麼樣 我們就做什麼 所以如果後面是1的時候 第0個Cubit是1的時候 我們就apply x on 第1個Cubit 對 那或者是說 如果第1個Cubit是0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是把第0個Cubit的結果 複製到第1個Cubit上面 我們也不是真的複製 我們是 不是複製結果 而是讓第0個Cubit的方向 0個Cubit不是轉的是速度嗎 讓1個Cubit也轉同樣的角度 這樣子 那他們保證轉同樣角度 但是我們還不是複製結果 因為這邊我們沒有測量 那這樣子 所以說它的功能就是 可以複製 我們對一個Cubit做的事情 複製成兩個Cubit做一樣的事情 但是這樣兩個Cubit就有相關 有相關的話 我們接下來做測量的時候 就可以讓他們 在有相關的情況下做測量 然後測量結果就會有相關 好 那接下來下個單元 我們會開始進一步討論測量 還有如何 就是驗證說 就是 真的是去算說 為什麼它的機率是對的 這件事情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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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